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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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又來了一個候選人 拜託 拜託 謝謝謝謝 拜託 拜託 謝謝謝謝 這次選舉要麻煩一下 一定要選我 一定要選我 我有一點點小小的心意 你一定要接受 請你接受 但是你有一些權利呢 必須屬於我 我要把你的權利收回來 沒關係 你選我就對了 你這個權利交給我就好了 你不要有這個權利 這個權利交給我就好了 好 錢你收著 一定要投給我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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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原住民會選的嚴重程度 長年以來原住民的發展 讓我們更多有知之事 有心的精英 都無法能夠為我們的族人來發聲 無論山遠或平遠 這樣會選幾乎猖獗到 我們看到也有被收押的 也有看到候選人 將近有50位被約談 在地的支持者被約談 這些行徑 讓我們原本純潔 善良 單純的原住民部落 大大的受到了 這個污染 有在地候選人的競選主任 也有他的身分是校長 也有他的身分是公務人員 也有他的身分是在地部落的頭目 也有他是教會裡面的主要的幹部 我們再次的呼籲 我們的原民要發展 讓我們的主人不要浪費票 投給未來當選無效的候選人 這樣我們原住民 在國會已經原本非常少的席次 六個國會議員 如果減少了幾席 對原民未來的發展是影響非常大 他們給我們一千塊 但是他們會拿走我們的土地 他們去賺他們的一千萬 那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沒有土地 我們甚至沒有自己的文化 剛剛那不是行動劇 是真實的在部落上演的真實情境 比價的行情從五百到一千 已經到兩千了 過幾天還有加碼的空間 買票絕對不是原住民的優良傳統文化 這是漢人帶來的惡習 非常的可恥 名稱叫做民主制度 它根本是以錢為主的制度 誰出最多錢誰就能選上 部落資訊的關係 對公共議題對民主的制度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部落透過加入親戚 或是政黨的操控影響 對大家對選舉的制度 是已經很有模式化的 就是誰出的錢多 誰幾乎選上的距離是高的 因為對他比較親近是有感的 這不是過去選舉制度 但是這個長期下來很難轉變 已經成為固定的選舉模式 誰出的錢多 誰就能夠選上 這就是政黨跟財團聯合起來 對他們最有利的選舉民主制度 但對我們來講這次是錢為主的制度 未來應該是有公費的選舉制度 有更多的辯論 更多的電視的對話 讓人民去深刻的了解更多的對談式的競選方式 讓原住民選你沒有三千萬你絕對選不上 誰訂了這樣的門款 政黨跟財團 讓其他沒有錢的人完全選不上 自己本身跟你的競選團隊而已 有沒有想過就是說 透過怎麼樣的方式 可以改變這個 部落會選的一個情況 最辛苦最真誠的方式 一呼一呼的去拜訪 告訴他我們是沒有錢的 我們是不一樣的選舉方式 要不要想想 給不一樣的方式一個機會 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跟每一個人講那麼長的故事 只是告訴他有不同的選擇 但其實年輕的世代 或者對公共議題關係的人 已經比較對民主的運作比較清楚的人 支持這樣力量是越來越大的 比過去一百年承受這樣的惡果 大家都很清楚了 所以改變的力量一直都在凝聚 會選這個文化 該停止了吧 當我帶我的兩個孩子 一個小學二年級 一個小學五年級 我帶他們掃街的時候 他告訴我說 媽媽為什麼有的候選人這麼有錢 他們可以辦造勢晚會 他們有非常專業的燈光音響 他們還有非常多的車隊 可是為什麼有的候選人 連二十萬保證金都要籌得這麼辛苦 我們必須去借錢 來付這二十萬的保證金 各位我根本都不要再去談 什麼紅包一千兩千五千的問題 光是連競選的門檻 都會造成會選的文化 今天如果我們把我們的權力 把我們的票賣給今天會會選的人 那麼你會相信他選上之後 他還可以繼續按照他的良心去做事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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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